好各位同学来我们看下一题 如图长方形ABCD被CE和GF两条线分成了四块 其中三块的面积分别是258平方厘米 在图当中有个标识出来了 那么问余下的四边形OFBC的面积 这个面积应该是多少平方厘米呢 好那么在这套题目当中的话 一个长方形被占了两条线一分 然后我们就要想了 那它怎么跟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模型有关联呢 厌尾模型主要是放在三角形当中来研究的 那这个题相对来讲暂时可以先不用考虑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四边形的蝴蝶模型和T形的蝴蝶模型 在这个图当中我们发现主干是一个长方形 而长方形的一个最重要特点 是不是它的两条对边是平行的关系 那在这里面很明显AB和CD是平行的关系 而有了平行就意味着 是不是有可能会创造出T形来了 那在结合的图形我们可以马上想到 那我们只要连接DE和FC 那么中间这个四边形 DEFC这个四边形 很明显是不是就是一个T形了 而且对于这个T形来讲 那么CE和DF恰好是它两条最矮线 把它分成了四个三角形 其中上面的三角形和下面的三角形的面积分别是2和8 那这样子的话利用我们的T形的这个蝴蝶模型的结论 我们可以和我们得到左边这个三角形跟右边这个三角形的面积相同 第二个就算你是T形 但是你也逃不开四边形的掌心 对吧 什么样的图形你只要是由四超边组合成的 那么当然是首尾顺次相连 对吧 那你当然对应的是不是都肯定是属于四边形的范畴 所以T形仍然也属于四边形 那也就意味着任意四边形的蝴蝶模型的结论 在这个题目当中 是不是同样都是可以能够使用的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三角形DEO的面积 乘以三角形FCO的面积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上下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成绩 那就是2乘8 也就是16 而利用T形的蝴蝶模型 我们又知道这两个翅膀对应的面积是相当的 两个一样的数相乘等于16 那自然只能是44116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4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也是4 那么AED这一小块的面积就是1了 那么接下来我怎么求出OFBC 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呢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想一下 对于这个四边形来讲的话 你看OFBC已经知道了 就差这一小块了 那这一小块的面积怎么来求呢 那如果我能够知道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我把这些一解 那么FBC这一块的面积是不是就知道了 可是在这个题当中也并不清楚边的长度 我怎么求出长方形的面积来呢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又会考察到了我们所学习过的最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这个应该是在三次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会接触到的 那就是一半模型了 那大家来看DFC这个三角形 那很明显DFC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是不是应该是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而DFC的面积恰好是4加812 所以整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24 那么用24减去2减去5再减去8 那不就得到了OFBC的面积了吗 所以我就不用去求FBC了 我直接就可以求出OFBC的面积了 好了 那么这条小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是一个需要把T层的蝴蝶模型和一半模型 综合在一起来考察的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的解决过程和答案吧 那么首先我们连接DE和CF 四边形EDFCF是一个T形 那么会有EOD和FOC的面积相等 那么根据蝴蝶模型 马上会有EOD乘以FOC 等于EOF乘以DOC 那也就是16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应该分别是4平方厘米 那么这样ECD这个三角形 ECD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就应该是12平方厘米 那么长方形ABCD面积就是24 那么最后要求的四边形面积就是24 减2减5再减8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9平方厘米了 OK各位同学 来咱们继续看下一题 如图长方形ABCD当中啊 应用部分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面积为54 又知道OD的长度为16 OB的长度为9 那么让我们求四边形OECD 它的面积应该是多少 那在这个题目当中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啊 在这图里面给了一个长方形A 长方形意味着肯定会出现平行线 再看看题目当中所给的这个图AEBD一交 那自然我们的T形也就可以找到了 那当然需要我们连接下辅读线 那我们需要连接的是DE 好了 那么连接了地域之后 四边形A B E D 就是一个标准的T形 而接下来利用T形的蝴蝶模型的结论 可以首先马上得到OED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54 而接下来我们又知道BO是9 OD是16 那自然我们又可以能够很容易的求出O AOD这个三角形面积多少 那我们或者是利用面积算公式 对吧 我们知道ABO是个直角三角形 面积是54一条直角边是9 自然AO是几肯定可以知道 那自然AOD的面积你就可以直接用面积公式来求 或者利用我们非常熟悉基础的等级变形 对吧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面积比等于BO比OD 也就是9比16 那自然可以求出AOD的面积是96 当然了BOE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也有各种办法可以求等级变形也好 或者是利用任意四边形的蝴蝶模型54乘54除以96 也可以求出BOE的面积 好了 那么T形里面的每一块的面积我都可以知道了 那这个又怎么样能帮助我求出OECD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呢 那在这里我们知道ABO的面积是54 AOD的面积是96 自然ABD这个大三角形面积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而BD这条长方形的对角线把长方形是不是一分为二 那么ABD的面积自然就跟BCD的面积是相当的 所以BCD的面积是多少我们也知道了 那在减去BOE的面积 自然剩下的是不是就是OECD的面积了 所以这个小题 那么利用我们的任意四边形的蝴蝶模型 再加上T形的蝴蝶模型 或者是如果你很熟练的运用了等级变形 其实都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条题目了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的解决过程和答案吧 那连接ED可以知道三角形ABO和三角形EDO的面积 机箱等为54 那么利用OD比OB等于16比9 可以得到AOD的面积为96 接着可以得到BO的面积为30.375 所以四边形OECD的面积就是119.625了 然后再加上T形OECD的面积 然后再加上T形OECD的面积